星期二佛羅里達州Marian縣發生嚴重車禍 一輪農夫車撞上在有50多名墨西哥農場工人的巴士 導致巴士翻車至少8名工人死亡數十萬受傷 根據警方公布的最新訊息 邵志司機在開車前曾吸食了大麻油並服用了處方藥 據悉當時農夫車司機開車穿過雙車道的中線 撞上了對面車道的巴士導致巴士翻車 警方透露邵志司機在事故現場未能通過酒精測試 並承認在事故發生前無奈吸食了大麻油並服用了處方藥 目前邵志司機因涉嫌酒駕和過失殺人被逮捕不得保釋